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讲师金叶玉峰 我们本节课呢,来给大家探讨一下 世界家常见问题当中的数据结构问题 在数据结构问题当中呢,我们通常要考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链表,包括链表的结构,链表的创建 以及链表与数组的区别,链表的便利和查找 链表的差入和删除,以及链表的排序 链表的其他操作等等呢 都是我们通常考试所出现几率很高的一个考点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呢,有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链表的应用 我们本节课呢,首先呢给出了一个链表的结构体 node,里面有internet data,就是保存我们的数据 以及呢,指向下一个链表的next 以至我们的这个结构体之后呢,并且把它这个重新定义为node 我们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以致 以致链表的头节点hide,以致链表的头节点hide 我想呢,参加过面试的人员呢,一般呢都会见到过我们这个题 就是给出你一个链表结构体 给出你一个头节点hide,让你写个函数,把这个链表逆序排列 有的人呢,拿到这个题之后呢,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去写 而有的人呢,就是拿到这个题之后呢,两三下就写完了 这个,就是说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在于我们的对数据结构 然后,尤其是链表的掌握程度,掌握得好的话呢,它回答起来呢,就非常的快 现在呢,我们就来写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序 第一个,写一个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这个链表呢,进行逆序的一个函数 返回之类型,window的,逆序之后呢,就返回我们的函数 然后呢,当然是指针形式的,node兴,receive,reverse list 参数呢,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头节点hide,所以说呢,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参数 head的它的类型呢,肯定为node,所以为node兴,head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函数头呢,就写好了 包括呢,我们已知的head,以及我们所要逆序之后的返回的node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实现如何把它逆序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函数体里面来实现 ok,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head,但是呢,我们需要判断head它是否为node 以及呢,它下一个是不是等于node 如果head等于node,或者说,head见next等于node的话呢 呢,则就没必要往下继续了 它的逆序也是它 所以呢,我们这要判断 ifhead等于node,或者说是head见next,就是它的下一个元素 下一个元素,也为node了,也为node的话呢,这两种情况下 它再逆序,不管是逆序,还是顺序,它都是head 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如果是这两个条件的话呢 我们就returnhead ok,在考试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呢,也忽略了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说是拿到我们这个题之后,写完了,但是呢,在写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我们的head是不是等于空 如果它等于空的话呢,就直接returnhead就行了 但是呢,如果它的next也等于空的话呢,也是直接returnhead 这是两种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复杂的情况 把它逆序 所以,一般呢,我们对链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需要三个指针来进行排序 首先呢,定一个node,兴P1 让它指向head,指向我们的head 然后呢,对于node,兴P2 让它指向head接next 也就是我们的p1接next 就是指向 p1指向的 元素是我们head的 元素 而P2指向的元素呢,它是 我们p1的下一个元素 再来定一个node nodeP3 node新P3 它指向的元素呢,是我们p2的下一个元素 p2接next ok 这三个指针呢,就定义好了之后 也就是说为我们后面的逻辑编程呢,所服务的 因为我们要逆序 也就是说是让我们的链表的尾作为头 链表的头作为尾 就是让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呢 需要让p1接next p1接next 等于那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让链表头 变为尾 链表头变为尾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改变链表当中中间的元素的呃 序列 well p3 不等于那了 也就是我们要判断 p2接next 不等于那了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让 p2接next 等于p1 p1 等于p2 p2 等于p3 p3 等于p3接next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张代码 首先呢 我们判断 p1 p2 p3 判断p3 是不是等于那了 如果p3 不等于那了的话呢 判断p2接next 等于p1 因为我们p1接next 呃 等于那了 p2接next 指向p 这样就倒回去了 把顺序就倒回去了 然后呢 我们把p2 我们把p2往后移 p2 直向p3 也就说是我们的p2 等于p3 p2等于p3 呃p3也往后移 p3也往后移 p3呢 等于p3接next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循环 p3是不是等于那了 如果p3不等于那了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 让后面的元素呢 往前指 直到最后呢 我们 指向最后了 p3等于那了了 p3 呃p3等于那了 p3等于那了的情况下呢 我们 也就说我们p2接next 等于那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 我们也就说到最后了 我们让p2接next 指向我们的p1 这是什么呢 让 链表尾 变为头 让链表尾变为头 然后呢 让我们的head 等于p2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呃 链表呢 给逆序排列了 排列之后呢 我们函数呢 需要返回一个值 直接返回 我们的head 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代码量呢 其实并不大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呢 是非常的全的 首先呢 我们需要考虑 head是不是等于那了 以及head的next是不是等于那了 其次呢 我们 要让他逆序 就需要让链表的头变为尾 链表的尾变为头 然后呢 依次 由后面的元素指向前面的元素 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处理 好的 希望下去 以后呢 大家呢 仔细的来评委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这是 以至链表的头节点head 写一个函数 把链表进行进去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以至两个链表 head1和head2 各自有序 请把他们合并成一个依然有序的链表 保留所有的节点 即便大小相同 呃 这个呢 实现起来呢 呃 也比较的简单 但是呢 比我们 第一个题目呢 实现起来要复杂一些 现在呢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写写代码 这是第二个 首先呢 返回值呢 也必然是node node星 墨指 以至两个 链表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 nodehead1 第二个参数 nodehead2 当然呢 他们都是指针形式的 所以呢 我们定义的时候呢 需要加上信号 这是函数头 然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 函数体 函数体部分呢 我们跟上面的一样 可以借鉴一下 当然我们需要判断head1 给head2是不是为空 所以呢 我们这块需要判断 ifhead1 等于node 就是说等于空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return head2 直接return head2 我们这是head2 OK 合并的时候呢 如果head1为空 当然合并的结果呢 就是head2了 相反呢 head2为空 合并的结果就为head1 所以说呢 f if head2 等于空 则returnhead1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其他方面的处理 首先呢 我们也需要像前面的一样 需要定义三个中间变量 node node o 性head 新head 出示化为那了 node hp1 出示化为那了 node型p2 出刷为那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需要判断一下 我们的head1 将data是不是大于我们head2的data 因为我们要把它排列有序 各自有序 它本来是各自有序的 我们把它合并之后呢 也依然是有序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来判断了 if head1 gendata 小于 head2gendata 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让head 等于head1 因为head1呢是最小的 我们这一块呢 是让它有声序 而不是降序 所以说呢 让这个head等于head1 最小的小数在前 大数在后 所以说呢 head1下来 才是head2 才head2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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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个p1呢 等于head1 gendata1 让p2 等于head2 这是我们判断这个头部 head2 等于head2 它保存保存在我们这个p2里面 这是head1 在小于head2的情况下 else就是head1的大于head2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让这个head呢 等于head2 让p2呢 等于head2 接next p1 等于head1 ok 这也是一样 首先呢 head2 保存在head里面 head2接next 保存我们的p2里面 head1呢 保存到p1里面 ok 这是判断头部 然后呢 我们再来定义另外一个 当前的指针 node的心批current 等于head 接下来呢 我们才是真正的来排序了 在后面的中间的元素进行排序 wellp1 不等于那了 andp2 不等于那了 也就是说是 我们要判断这两个 都不等于那了的情况下呢 我们才能 进行下面的循环 循环期间呢 我们也是需要像往前一样 需要判断p1的deter 跟p2的deter 我们前面判断的是head1和head2的deter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的p1呢 已经是保存的是我们head1当中的 head1这整条链表当中的数据 p2呢 保存的是head2 整条链表当中的数据 next等于p1 而我们这个current有移向我们的p1 然后呢让p1呢等于p1间next 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p2间deter 如果是大于p1间deter的话呢 我们就让p current 因为我们这个head呢是我们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链表 而我们p current呢首先指向的是head 然后呢 然后呢让current间next 如果说p1间deter小于p2间deter的话呢 让current间next等于p1 p1等于p1间next 一直一直往后走 一直往后走 ok每一次过来呢我们都要比较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呢第一次呢我们来比较p1的deter 小于p2的deter p1复制给我们的current 然后呢current间next指向p1 current到p 然后呢p1再指向下一个 p1指向下一个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来循环的下面呢 再继续循环 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p的deter 又是小于p2的deter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 需要把p的呃 就是需要把current间next呢指向p1 直到有一次呢 我们的p的deter大于p2的deter 这个时候呢才把我们这个p2的deter 传入到current 然后呢让p2往后指 再再继续呢 去比较我们的p1和p2的deter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p1跟p2之间的 呃其中最小从呃其中的数据呢 从小到大一次的排列了一遍 这是中间的 这是我们p1不等于nana 以及p2不等于nana的情况 当然了 如果p数目小或者是p2数目小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个p1等于nana p2不等于nana 或者说p1不等于nana p2等于nana 两种情况 后面呢我们需要判断 if p1不等于nana p2不等于nana p1不等于nana 这两种情况 不可能存 当我们的程序执行到这块的时候 不可能再存在 p1和p2都不等于那的情况了 也就是把他们中间的比较完成之后 把剩余的数据弥补在我们的current 新的链表的后面 就可以了 最后 我们就return我们的新链表的头 就是head 就是我们的head 需要return head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函数 把我们的两个链表 head1和head2 进行合并 合并的新的链表 它依然有序 并且我们保留了所有的节点 即便让它大小相同 我们判断的时候 判断它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等于 OK 所以这一块我们需要判断 可能可以让它小于等于 这种情况才是最合理的 好的 我们这几个的主要的目的呢 是通过 两个 立体 通过两个函数 来让大家熟悉 和掌握一下 我们的链表的 逆序 以及链表的合并 也就是掌握我们链表的通常的用法 当然 在做题的时候 大家肯定会考虑到我们链表的一个形式 以及链表的通常的一些用法 包括链表的排序 链表的删除 链表的插入等等 都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但是我们本节课 没有给大家讲解那些链表的插入和删除 因为那两个知识点相比于我们这两个知识点 考试的几率没有这么高 好的 现在我们掌握了 就说是学习了课程之后 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作业 作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 我们是已知两个链表 海德1和海德2 各自有序 把它们合并成一个依然有序的链表 而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在2的 在2的 基础上 我们这次 要求 要求什么呢 用地规方法进行实现 OK 这次我们要求在第一用地规方法进行实现 呃这个呢 下去呃大家希望呃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好好地做一做 好的 关于我们数据结构当中的这个链表的呃 逆序呃链表的结合呢 呃我们就暂时呢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